天美可愛的楊曉玲 跨足戲劇主持 表現亮眼的她 沒想到五月中確診了 經過十天隔離治療 出關後重返工作 身體卻出現狀況昏倒送急診 新冠後遺症讓楊曉玲工作暫緩 面對Omocon的後遺症 日本媒體報導指出 有四千位染疫者出現倦怠感 連生活作息都出問題 確診者康復後出現強烈的倦怠感 包括無法捧湯 拿吸管喝 全身像是被皮帶綑綁 如側困難 包尿布 家人協助擦屁股 開車無法緊握方向盤 刷牙無力 根據英國KING COLLEGE 發布在國際醫學期刊指出 有五個症狀的病人 包括了頭痛 疲憊 聲音沙啞 肌肉酸痛和呼吸困難等 日後發生長新冠的風險 比一般確診者高出三點五三倍 另外女性也比男性高出一點六倍風險 醫師強調長新冠的症狀大多一到兩個月 但這些症狀也不要輕忽 要積極治療 後續也要調適心理 多走走曬太陽 不要做激烈運動 才可以讓長新關尾巴 趕緊說掰掰 華視新聞 林立婷 彭冠林 台北報導